3月22日 3月2日 3月2日 事实再次证明 人文交流 民间交往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源头 有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2024年 也是沈阳振兴发展的关键之年 站在新的起点 中心希望在座的侨领 以及美国东北总商会 奉商美国总会的各位侨商代表 能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努力在更续中美友谊 助推沈阳振兴发展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会上 段济阳副市长 朱灵局长 还分别向陆霞 朱俊英 颁发了沈阳市招商代表聘书 全美电视台记者 洛杉矶盛盖博士采访报道